日前,港铁公司宣布,香港最长的铁路线屯马线将于6月27号全线通车,新车站宋皇台站及土瓜湾站也将于同日启用。 6月9号,中兴设计者前往屯马线沿线车站探访,记者现场了解到,由于宋皇台站在建设期间有大量文物出土, 因此在车站的设计中融合了考古元素,将出土文物在车站大堂中陈列展示,为乘客提供独特的乘车体验。 据介绍,此前在宋皇台车站的上方曾挖掘出一口宋元时代的古景以及接连的饮水槽, 因而在车站的大堂顶盖设计上也体现出别出心裁的构思安排。 其实这一部分的天花板和其余的天花是有点不同,都可以说是别有玄机的。 其实里面是暗藏了其中一个我们发掘到的古井,就是我们现在见到的J2井。 我们在建筑期间,为了预留一些弹性,去灵活处理这个重建古井的方案, 我们特意改动了车站大堂顶盖的设计,我们加建了一个用混凝土做的井床。 我们的目的都是希望去配合以后在上面古迹公园设计的发展,将整个古井可以原子重置。 这块混凝土底板其实以后可以换成一块透明的底板, 那也都希望可以乘客在我们车上的大堂,这一柜子可以看到上面古井的底部。 除文物外,屯马县沿线车站还展出独具香港风格的艺术作品。 在宋皇台车站的乐台中可以见到,站台的四根柱子上均点缀有香港艺术家创作的陶瓷浮雕。 作品以当代手法呈现宋代美学,体现了季节更迭与昼夜轮转的意境。 而于宋皇台站锦鱼站之隔的土瓜湾站也将展出名为佳的艺术作品, 由百余为附近街坊民众提供的老物件及故事构成。 此外,创新科技也成为豚马县的一大亮点。 据悉,该线路将成为全港首条提供车厢载客显示的铁路线, 列车通过将重量信号传输至控制电脑, 从而让乘客在站台获取实时乘车资讯,优化出行感受。 将来乘客会知道未来那班车厢车厢的在客情况是怎样的。 好像红绿灯有三颜色,绿色就代表我们车厢的空间是比较充裕的, 乘客可以比较舒适地上落。 然后可能有好像红绿这三颜色就代表车厢里面的情况。 乘客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去相关的车厢等车, 方便他们选择自己适合的一个环境。 豚马县全长56公里,从香港东面的乌西沙站到西面豚本站, 共设27个车站,贯穿新界东、九龙以及新界西北, 也为土瓜湾、九龙城一带的居民引入高效便捷的铁路服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